大家好 我是劳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1年10月6号 晚上的9点57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这个一压三吃 讲讲咱们这个元宇宙的区块链项目 Microverse的私募公募和挖矿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开始之前 我们还得做个免责声明 不能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 言论等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 录时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咱们最近在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元宇宙项目 Microverse它的网站 还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很多网友提问 这个项目目前到底是属于什么状态 是属于私募呢 还是公募呢 到底怎么回事 很多人搞不清楚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大家都吃过北京烤鸭吧 对吧 北京烤鸭呢 通常我们是采用一鸭三吃 那么不浪费鸭的任何一个部位 那么第一道菜呢 通常是片皮鸭 第二道菜呢 是鸭松 那么第三道菜呢 是豆腐鸭汤 那么就把这只鸭子呢 吃个干干净净 是吧 这就很爽了 不浪费粮食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了解 好 那咱们再说咱们这个项目 叫Microverse 微宇宙 那么同样一鸭三吃 我们也不应该浪费 项目方的任何的一个发财的机遇 大家要抓紧机遇 那怎么个一鸭三吃法呢 那么第一道菜是私募 那么私募呢 现在的项目方呢 是在全球公开招募 一百个超级节点 那么你要成为超级节点呢 你要花一万个U 去买他的这个节点 但是呢 项目方呢 因为我们团队跟项目方有个承诺 就是相当于他们会给我们 额外的一些福利 所以他们会给我们一百万个币 所以呢 也不是白花钱 那么这是第一道菜 那么第二道菜呢 是公募 那么现在这是我们要做的 那公募呢 现在是老博士在做这个事情 那么他的一个 一个币的一个要求呢 是至少是一百个U 最多呢 不超过一万个U 那么什么时候是公募呢 通常呢 你一个项目要出来 首先是个项目方 一个就是团队要做一个项目 那么第一个呢 是总之轮 那么总之轮呢 那就会有些大的机构或者财团来介入 来支持这个项目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私募轮 刚刚我们讲得到了啊 公开招募超级节点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私募轮 那么第三轮呢 就是公募轮 那么公募轮呢 就是上加一所之前的最后一轮 那么是以个人为主 普通用户 他的投资额呢 也是相对较小 所以呢 大概是一百个U到一万个U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最后一道菜呢 就是挖矿 那么这个项目呢 挖矿呢 分两种啊 一个是流动性的挖矿 一个是这个合约性的挖矿 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讲啊 首先呢 我们来讲讲这个 这个私募轮 私募轮呢 它现在是叫做超级节点啊 那么参加私募的 有一百个人 那么第一 他有什么要求呢 那么这个候选人呢 第一呢 要有经济能力啊 他要会有能力去支付 一万个U去购买节点啊 第二个呢 要有推广能力 要不能呢 就是说你手下有个大的团队 最好是像这种创世啊 或者大神啊 这种 或者呢 你是个网红啊 正能量的老师 也可以哈 一呼百应啊 你能够把这个项目推广起来 项目方呢 是希望这一百个超级节点呢 就是一百个大的领导人啊 你希望能每一个团队都能搞个万人团队 至少也得一千人以上啊 但是他要有推广能力 第三个呢 要有沟通能力啊 能跟项目方呢 直接对接啊 包括处理一些 得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啊 什么的 然后反馈一些意见呢 什么的 要双向的沟通 跟上面项目方联系 跟下面普通用户 也可以正常的沟通啊 所以要有沟通能力 那么第四个呢 要有管理能力啊 那如果你有业绩的话呢 你可以进入官方的委员会 来来这个决策啊 参与这个项目的发展和决策啊 这个要求你有管理能力 所以要有经济能力 推广能力 沟通能力和管理能力啊 所以对于这个候选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啊 全球呢 只限定一百个名额 那么现在已经差不多九十个已经没有了啊 还剩下最后的十个啊 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跟我联系啊 那么成为这个超级节点呢 他享受的福利呢 是多多的哈 第一个呢 项目方呢 会奖励你一个价值一千个U的合约账户 相当于给你一个矿机啊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价值一千个U的矿机 去给你自己挖矿啊 第二个呢 通常是给你十万个币 但是我们团队呢 能给我们一百万个币啊 那么这个币呢 一百万个呢 是分十个月释放 每个月呢 释放十万个币啊 非常好啊 第三个呢 是有工作室的补贴 假如你有新增用户达到了三十万个TVL 就是他的一些总资产额啊 那么你个人呢 可以得到百分之五的奖励 假论你达到五万个啊 五十万个啊 就是你的团队的业绩 超过五十万个这个一个资产 那么你可以得到百分之七的补贴 给到你啊 非常好啊 另外呢这个全球的算力呢 也可以加全分红百分之三啊 当然你要达到五十万的一个总的资产额 而且你排名呢要是前二十名 换句话说总共有一百个超级节点 如果你排到前二十名 并且你的业绩达到了五十万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全球的这个分红百分之三啊 那么同样在这一百个节点里面 如果你能排名前三十名 就可以进入官方的委员会啊 那么你的排名呢 在前十名呢 就可以成为官方的NFT的平台大使 享受NFP啊 NFT的平台的那个加全分红啊 所以他的福利呢是相当的好 另外呢这个项目呢快要启动了 所以他会有一个超级节点的峰会啊 独家邀请函 那么你如果买了一万美元成为这个超级节点呢 你会被邀请去开会 好像听说是在泰国啊 有四天三夜 一个项目启动大会 那么来回的机票酒店都是报销的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刚刚说了这个呢不是针对普通人 是针对这个团队长的啊 好这是第一道菜 那么现在第二道菜呢就是公务 那就是老博士在搞的啊 那么普通人呢可以参与这个啊 投资额呢是100个U到1万个U之间啊 他没有名额限制啊 那么具体做法呢就是在这个币啊 上交易所的头一天啊 马上去抢购 希望呢是能以最低的价格 就是0.01美元去抢到啊 一开盘就要去抢啊 那么如果你要参加呢 你可以跟我联系啊 提供你的资料 姓名电话 资金类型 哈希值 还有你转账的账户 另外给我一个你的收款的地址啊 是在币安智能链上啊 那么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找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合约地址来添加啊 然后你如果要给我转钱呢 你可以给我转U 我在波厂链上有个地址 或者转支付宝啊 可以参与这个公募啊 那么最后一道菜 第三代菜呢 就是挖矿 那么挖矿呢 有两种 一个是流动性仓位 一个是合约性仓位 流动性呢 就是不锁仓啊 本金随进随出 那很多人喜欢这种啊 那合约性仓位呢 他要锁仓啊 他可以锁120天 150天 180天等等啊 第一个阶段呢 是120天 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 就变成150天了啊 但是呢 合约性仓位 他的收益率会更高 每个月呢 有15%到20%啊 这个应该是比plus token的收益还要高 那流动性呢 大概就只有5%到8%一个月啊 那应该也很不错了啊 但你记住了 你抵押的是USDT 你的收益的是MVP平台币啊 这个你要注意一点 是这样的啊 那么说到这个合约性的仓位呢 他有5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120天 第二个阶段呢 150 第三个阶段呢 180 第四个呢 210 第五个呢 是240啊 那根据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呢 你可以自己选一个啊 如果你是一点风险都不能承担 你希望本金谁进谁出呢 你就参加流动性仓位 如果你呢 稍微接受一点锁仓呢 你就可以考虑第一个阶段 120天的啊 那如果你要是第一阶段完了之后 你还觉得你还可以再玩一玩 你可以参加第二阶段 当然你也可以不参加第二阶段 你就专门参加第一阶段 也是可以的啊 那么也是可以做的啊 而且他这个项目呢 不限制你开几个账号啊 你如果觉得1000美元这个资金太小 那么你就多开几个账户啊 每个账户呢 最多可以放1000美元啊 或者呢 你就进入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你随着你进入的阶段越往后靠 你能参与的钱就也就越多啊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个个人的选择啊 那很多人有担心 这个项目方会跑路 我要是锁仓 项目方跑了怎么办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低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以后有机会的给大家再录一段视频就知道了啊 那项目方呢 他是有CEO的哈 这都是币川的名人 他要跑路的话 他他下辈子就不要见人了 对吧 而且美国FBI啊 也会通缉他 对吧 作为一个公司的CEO 你要跑路了 那是很难以接受的事情啊 而且带着投资人的资金跑路啊 所以我想他应该不会做这种选择啊 那不是毁了他自己的名声吗 而且对于项目方来讲 他这么做也是不利的哈 回头我们单独再做一期视频 慢慢讲他为什么不太可能跑路啊 那这个人的经历是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的哈 是个真实的一个人物哈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不是一个假的哈 好 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哈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